台东南横山区6至7月山难事件频传 台东县消防局和空庆总队接连出勤救援受伤民众 根据统计台东县年初至今已接获实践山难救援任务 但去年一整年是13件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消防局分析因为疫情不能出国 暑假期间许多人会去登山 加上今年南横公路通车更吸引民众挑战夹明湖步道 许多山友也不走国家步道 改从建茂斯山登加明湖路况不熟就非常容易发生山难 登山爱好者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有冒险的精神 他们也想走走看 那再来就是它是通往向阳山的一个路径 所以这条路线相对的也比较热门 而台东领馆处也发现南横山区向阳和加明湖两座山屋 共140个床位 今年预约的情况比往年热门 尤其暑假期间更是常常客满需要排队后补 但登山的民众却没有因此减少 台东领馆处表示虽然山屋有人数限制 但许多山友人可以从其他路线到达加明湖 而消防局也呼吁山友最好参加有专业向导带队的登山团体 千万不要独自登山 粮食 通讯 保暖衣物 要做好完全准备 并随时评估身体状况 避免生陷危险 也不要让救难人员疲于奔命 原事新闻本 本期节目 台东市产博报导